大乘法地修行 从布施修起 布施是什么 放下 我学佛 二十六岁 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 就是张家大师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学佛从哪里学起 我问他就学佛了 有没有方法 让我们很快 其如佛经界 他说有 告诉我 看破 放下 救难骑入 我是从哪里下手呢 告诉我布施 从布施若文 从布施下手 布施之后 持戒很重要 如果没有持戒 忍辱 精进编锐 编锐 吱咱们 可不能俗 那么换一句话是 不识持戒 忍辱精进 全都是为禅定做基础 应接得定 应定开会 前面四个都是些帮助你得定的 就是帮助你放下的 恢复你的清净性 恢复你的平等性 后面智慧就开了 般若智慧开了 有了般若 再用般若般若密的智慧去修 不识持戒忍辱禅定 这个精进禅定 那叫菩萨心 不是普通人能做到 大臣菩萨修的 那么我们普通没有智慧 修这个呢 没有智慧修是修佛报 人天佛报 不识功德是福德 修布是福德 持戒也是福德 没有剥弱智慧 当然没有不识智慧 为什么呢 心没定 清净平等才是禅定 我们的心不清净不平等 没有禅定 所以统统修的是人天佛报 人天佛报里头 要不能够放下傲慢 嫉妒成会 不能把这个放下傲慢 带着这个东西 修布施 修持戒 那 修金进 修这些 国报是阿修罗 国报是罗长 来生得大佛报 阿修罗 罗长都大佛报 他想福的时候 他会证人 因为他有嫉妒心 看到别人修 是修得好的 想尽方法就障碍他 就破坏他 这就造很重的业了 所以 阿修罗跟罗长 是大佛报的人 死了之后 大概都在散途 都在地狱 不代表在地狱 由此可知 禅定智慧 重要啊 所以禅定智慧 十六度之主啊 最重要的 修六度 目的是在禅定跟智慧 所以六度前面四条都等于是戒律 阴界得定 阴定开会 啊 这个说法大家就比根要更清楚了 啊 啊 那么又要定会应该等值 就是定跟会要平等 啊 会说里的书 富有定而无会 这同二臣成空 啊 他没有智慧 他有成定 心狠清净 啊 啊 那么有会没有定呢 这同外道邪师 啊 都有问题 啊 啊 孤双举止 要定会等于 啊 清净心 一定生智慧 不生烦恼 有是 这样 és 这